我一直問妳多少錢 啊都不講 啊做好跟我說一支一百 啊妳憑什麼一支一百 那妳要怎麼講 妳要妳要多少啦 什麼我要多少 妳平常賣人家多少 就是這樣啊 最好是 妳要不要嗎 一支一百我不要 三支兩百給妳啦 不要 太貴了 三支兩百啊 這沒辦法 那妳要拿多少啊 我不曉得 有一個媽媽帶著小孩來買把噗 那媽媽只打算買一個 可是那個把噗一直要推銷 可是那個媽媽就說 我只要買一個 然後呢好像跟把噗就有點 有一點強行推銷 他要買好幾個 這個是一個中立的阿伯 他在這個中立地區 期末的時候 他有到平鎮 也有到這個巴德大園 還有甚至到這個仇園 都有 然後那上面的這個冰淇淋呢 他其實沒有標註 所有的這個價格 一球多少錢 一支多少錢 然後等到 跟他問這個多少錢 一次多少 他在裝冰淇淋的時候 都不肯這樣 等到裝好了之後 再把這個冰淇淋拿給消費者 強迫推銷 告訴妳一支一百 或一支兩百 甚至他在賣給民眾的時候 有民眾反應說 他把口罩拿下來 像這樣的行為 哪怕這個阿伯 他都故意利用民眾的心理 裝好冰淇淋不能買了嗎 怎麼辦 你可以不要接過去